先生就是一个具有高度的理性 同时保有高度生命理想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能够讲话的人 但是他同样是一个非常能听话的人 他的一生的学问 都是在探讨如何做人的道理 他能够切合到你自己的人生日用 你自己的身心上面来讲 他不是主张我们护手的一个国学的领域 他是要传统学的和现代学术结算 在不同阶段经验都影响了很多的人 在他活着的时候也遭受了不少的这种 各种各样负面的这种攻击跟批评 可是先生始终都不以为意 他始终是说以一个教书人 读书人自居 他没有想 他一生的话没有想到做官 他的书感觉就像镜子那样子 把一个时代一个人 一种思想如实地呈现出来 读前先生的书 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温情与敬意 妙儿人自居然 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温情与敬意 读前bour子 我们这里五百米以内 这个萧鸥的北岸 就是出了六位姓前的院士 我们这里就是三位 一门三院士 就是前茉行为者 在洪生的一支 就是出了 前不贵的儿子两个儿子 前茵早 前茵稀 还有前三方一个呢 就是出了一个 前庆瑞 一门十六位姓氏 前茉 一代国学大师 于1895年出生于江苏 五席七房桥 前茵十二岁时 父亲因劳累病逝 母亲只好依靠族内 淮海益庄的抚恤 刻苦持家 由于母亲的坚持 前茵远可顺利完成学业 无奈大时代的动荡 辛亥革命的发生 前茵被迫中断学业 而至家乡的三间小学任教 教学期间 教学期间 茵慕持续读书自学 并且编转了多种教材 从此开启了他学不厌 教不倦的教职生涯 我们身在经体这个时代 我们最应该在经体的时代 来祝神 祝学人 祝思念 任职苏州省立中学时 茵慕完成 先情诸子信念书稿 此书通关先情学术思想史 有别于当时 谈论先情诸子之论述 史学家顾杰刚 在阅读文稿后赞誉有加 认为茵慕不应只留在 中学教授国文 更应到大学教授历史 从一个中学先生 变成一个大学教授 那么就是顾先介绍 茜先去中山大学 可是当时 苏州中学的校长 去留钱先生一年 他说希望你啊 我明年退休了 你能不能留在那儿 你明年再离开 那么钱先也答应了 那因此中山大学就没去 那么没去顾先就跟他讲 说你还有一个要求 是我到燕京里面 去编一个燕京学报 那么你能不能投稿 那么你既然不能去中山大学 最少你第二个诺言 你要答应一下 那么钱先于是 就写了他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啊 后来在北京里面 当时叫北平了 那么当时在北平里面 这篇文章啊 就是钱先在北方学术界里面 那个成名的一个 一篇大文章 就叫刘向心父子年谱 民国初年的学术界 深受经文经学家 康有为的影响 形成了怀疑古代典籍 和历史记载的风气 刘向心父子年谱 借着详细的排列出 刘向刘心父子 和王莽的生平事迹与处境 用精密而详实证据 否定了经文经学家所主张 刘向心 未造古文经典的说法 在北方学术界 一举成名 康有为讲这个讲法里面 一不可通 二不可通 三不可通 要二十八处不可通 那么因此这篇文章 一出来以后 就引起北方的 这个静随节里面的 一种轰动 因为过去 我们大家都叫 康有为讲法 现在康有为讲法 有几十处不可通 那你总得 你总不能说 把这些 他疑惑的地方 你放那儿不理 好像没看到一样 这不行的 那你必须要 推翻前线的讲法 才能继续讲下去 那么好了 这个变成那个 大家讲精学 讲不下去了 那么据说当时 北平有很多学校 原先有精学史的课程 就讲这个 经文精学讲法 那么前线的文章 一出来讲不下去了 就叫停开了 这么一个情形 民国十九年 一九三零年 顾杰刚推荐前幕 至北平燕京大学任教 四年 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 前幕主动开设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这是继近代大学者梁启超后 第二人开此课程 因此造成轰动 出版成书的课堂讲义 也成为研究此时期的权威著作 前幕的学术生涯 开始有了重要的变化 大部分的人 他不认识这个时代 只能在在这个时代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有太多 急切地想要为社会找出出路 而因此很轻易地把一切的问题推给传统 前先生对传统文化虽然有批判 可是他更强调了这些文化的永恒的价值跟歧视 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个传统是你抛弃不了 也不应该抛弃 因为他对中国有永远的影响跟价值 那对于人类的文化 他也有特殊的贡献 当时像胡适之 以及胡适之学生傅斯年 引进的这个是科学 科学方法是分门别类的这个制法 也知道我们今天学术界的主流 那么就是分科 分门别类 把每一样事情弄清楚 这种学术当然有它的好处跟重要性 对于现代社会来讲是不可或缺的 可另一方面来讲 前先生这种比较传统派的学问呢 就会比较能够教导我们 这个如何能够安身立命 如何能够整体的去思考 去研究这个政治社会文化的一些很根本性的问题 贯通性的问题 所以前先生的学术是一种通贯性的学问 是一种生命的学问 前先生在这个时候 他展现出跟当时同辈学人 既有同又有不同的一种风格 相同的部分就是 前先生是感受到相同的一种时代的冲击 而且他也必须对于中国当时所处的这一种国家的处境 或者是文化的处境做一个回应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期 他的著作或者是他的讲学 他展现的是一种义理性的自信 也就是说在当时对于中国文化或者中国的价值观采取非常激烈批判的时候 前先生是从他个人的生命经验里面 他对于这种中国人所强调的这一种人格的价值 人的义理性的发展 他有一种自信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感动学生或者是在当时 学术界里面他发言 主要都是这一种义理性自信的一种展现 我们中国人的贴心 不是讲我 不是讲你 一个一个人讲了 个人不同 我们讲个大敌 大敌不是讲 警惕的中国人 学生化烈士依赖的中国人 我们根据烈士来讲 不同人哪里 基因此 前先生花了一整年在宜良的山中写了这部《国师大纲》 主要根据着他从前在北大教了四年 在这边又教了两年这个中国通史的教材来补充的 那这部书你要说它的最大特色 就是在史实的上面把我们中国全史都做了全面的介绍 那个时候是国难当头 那个时候所面对的局势能够由以参考国史里面的潜力 而知道怎么样能够来面对或怎么样来处理 这一部国史给了我们中国青年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对我们自己以往历史文化的信心 以至于面对我们当前困境追求解决的一个信心 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在抗战后期一直到我们可以说到中国大陆 由中共统治的这段整个的发展的过程里 前先是不断的要设法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 要为中国的未来 整个社会文化的未来去找一条出路 而这个出路呢最后在哪里 当整个社会都不属于你的时候 那你还可以根据什么工作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最后就是教育本身 就是去教育下一代的人 还能够保有他们自己一份合理的心灵 对未来的一种构想的能力 这是他办新亚书院的 他们最早的一些想法 国共内战爆发后 大时代的动荡 知识分子处境艰难 前幕亲眼见到许多流亡青年 彷徨无助 便兴起办学的念头 节目应张祁云之约 并与谢右伟 崔淑勤等学者 于民国三十八年 一九四九年 南渡香港创办学校 原本希望等时局稳定后 再将妻儿接到香港 却因为中国政权的分裂 而与大陆的妻儿 从此长期分处异地 仅能以书信片段地 得知子女的消息 前年定居在香港 这个时候整个中国 是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阶段 至少就当时的文化人的感觉 是如此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其实香港是一个殖民地 所以在这个时候 前年需要另外一种自信 那这种自信 其实是对于这种民族的 这一个价值观的一种自信 我觉得在这个时期 它在当时的香港的环境里面 它其实也有一种 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一种 象征的意义 到了香港 看着这么多的流亡青年 他认为这个学校非办不可 国家动荡只是一时 可是国家的建设需要人才 必须培养 在培养人才中 如何让他们 有健康的心智 自身的文化教育 绝不可少 这也是一个民族 面对生死存亡 最重要的关键 他一生这个课题 没有变 到他去世 最后去世的时候 他还关心这个问题 新亚书院初创时期 经费筹措困难 校址并无固定 只租得中学教室之 教室三间 于夜间上课 但仍无损于 钱木及其他学者 存续中华文化的决心 民国三十九年 正式更名为 新亚书院 五年后 获得美国耶鲁大学 雅里协会的资助后 校务运作渐趋稳定 你要了解新亚书院 前前他的精神的话 就必须要了解 他写的新亚书院的校歌 校歌是写得非常 这个有味道 这个 尤其他这个也是 当然他这个也是 充满了那种 对中国文化的那种 信念热忱 这个艰苦当中 艰险我奋劲 困乏我多情 这种句子 都是在很困难当中的 不断的发展 老实讲这个精神很大 付出很大的 这个他在新亚的话 真正做到中国所谓的 传道授业 这个教育这个子弟 使得这个中国文化 在这个南海一语 就是香港这个地方 后来变成了一个 这个 我想不算夸大地讲 新亚书院变成真正是 那个时候的文化的 一个重镇 新亚书院延续了 传统书院讲学的精神 以及传统儒家思想 香港政府十分肯定 前幕办学之贡献 因此授予前幕香港大学 名誉博士之学位 在他得港大的荣誉博士的时候 香港大学的教授 刘白敏先生说的话 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他说 你在这边得到这个博士学位 也许你自己好不在乎 这只是一个身外之荣 但是呢 在我们的心中非常有意义 就像明代朱顺水 到日本去讲学 因此日本朝野的尊重 中国学术也得以发扬 你今天在香港 这个殖民地里边来讲学 而造成人家颁授 你这个博士学位的效果 我们认为可比朱顺水 只受到日本朝野的重视 这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扬 它是具有非凡的意义 是这样方面的意义 前幕在香港办学 延续中华传统文化之价值 从中发扬光大 也受到西方人士的推崇 邀请至海外 进行授课和演讲 美国耶鲁大学 更赠予人文学 名誉博士学位 肯定前幕的学术成就 前幕以保存 中华传统文化为使命 受到国内外人士的敬重 今天的时代 是世界性的 我们不能围绕门 不认识这个世界 而能认识我们自己的时代 不可能了 前幕在香港时期 开始构思 《诸子新学案》一书 谈及孔子已降 2500年中之儒学流变 并借由诸子学术的意义教职 重申儒学 成先起后之重要性 年近70的前幕 花了将近五年半的时间 两大本笔记 写下多达3000条资料 前后七年才告完成 由此可看到 前幕制学的严谨态度 以及对于儒学传承的坚持 他现在已经做院长 做校长已经做了15年了 老实讲这个精神很大 负责很大的 你知道中国大陆那个时候 一直根本基本上 是对了这个中国文化 基本上是不但是批判 他根本是一种反对的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 那个太清楚了 那个时候 所以他写 写那个诸子的时候 也是文化大革命 那段时间写的 可以这么讲 所以你看他有一些书 他的确实有感于时代 这个想 一种一种感受 所以他是一个 我们也了解 这个老一辈的一些学者 他那种精神是非常强烈的 在港期间 多次来台演讲的前幕 于民国四十一年 1952年 再次来台 却在淡江文理学院 精神堂演讲时 意外受伤 宋院急救后 赴台中养病四个月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曾为新亚书院的学生 前胡美琪 悉心照料 前幕逐渐康复 同时也种下了 日后地结良缘的种子 民国四十五年 1956年 两人在香港举行婚礼 民国五十六年 1967年 大批难民潮 涌往香港 造成人心惶惶 前幕夫妇决定来台湾定居 前总统蒋中正先生 听闻此事 以礼贤之名 兴建学人宾馆 供前幕夫妇居住 位于士林外双西之宾馆落成后 前幕夫妇定名宿书楼 源自前幕十七岁时重病 母亲日夜陪伴她 在老家宿书堂 东偏房养病 这段回忆 促使前幕将新居命名宿书楼 感念母恩 怀想亲人之情 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聪 聘前幕为研究员 同时文化大学创办人张祈云 力邀前幕为学子讲课 为年事已高 前幕仅在家中授课 但也因此开启了 学子趋之若鹜的速书楼时光 等到我念导博士班的时候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创办人 也是当时我们的董事长张晓峰先生的话呢 就聘请前幕先生呢 做我们学校的华刚教授 那么对这个华刚教授呢 非常之忧待 就说的话呢 他每个礼拜的话呢 开一次课 那么在他的速书楼上课 我们三点半就会在这边待着 这些树都是师母种的 这些大树都是当时师母 一棵一棵亲自种下去 那我们会在这边等 等到然后四点了 我们就按铃 先生的小门就会打开来 时间到了之后呢 我们就一贯而入 顺着这个台阶一步往上爬 这个台阶啊 两边种的都是七树 那么这个天气冷的时候 都会变成红叶 非常好看的 因为前先生的宿舍楼差不多 是在高度上 差不多接近三楼左右吧 我们就一步步爬上去 然后带着一种仰望的这一种感觉 然后进入到前一间的宿舍楼的客厅里头 请客 节目来台定居 例词外物专注著作 在台期间完成诸子心学案 八十岁时更完成了自传性质的八十亿双亲 及诗友杂役回忆录 这本回忆录 详细记载当时文人交易的情形 见证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思想 与历史变迁 写成时 前幕已经几乎失明 而回想这八十年来之点点滴滴 除了中国文化的前途外 最令他挂念的是远在大陆的子女是否安好 词曲 李宗盛 我生出来的时候 我父亲就到内地去了 所以一直到我八九岁吧 他也不是抗战胜利就回来 然后回了苏州以后工作又在无锡 就等于 那时候他一回来 他在那个书房里 你到了偶远就看见 工作的时候都说我们不能吵他 那小孩子走那个走廊 那个脚步声都要放得很轻油 有时候宁可就走到院子里 不走那个走廊 因为小的时候没什么印象 不久他就走了 他四八年走的 他四八年走 我才虚年龄九岁 后来就 大陆也没有他的书可看 也没有人敢去谈论这么一个人 毛泽东在1948年写了篇文章 大概叫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就说中国的知识分子 等于都站到革命这一边来了 然后点了三个人 胡适 傅斯年 我父亲 就等于 等于跟着帝国主义走了 你看这还了得 这在大陆还了得 这个大陆上都是 都是现成这些人都是不行的 胡适这些人 傅斯年这些人 还有我父亲 这个三个等于是 当时全部反动 是吧 最反动的 那么我们这些年轻人 当时对这个现成都是 都是有一点相信的 是吧 总的来说 我们这样的人呢 就是属于 在大陆叫称的家庭出生不好的 是吧 是这个 反动文人的子女 是吧 所以就要比较小心 是这些年轻人的家庭出生意 这些年轻人的家庭出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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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见面当时是很激动的 但当然同时也感觉到 在这个思想上呢 毕竟那么长时间 还是有一定的 造成一定的隔膜 这是有的 是这样 我们不是 就不是很 当时来讲 不是很了解我父亲 那个时候 他有些什么想法 我想我父亲他也 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 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这里还是有一定的隔膜 就是这样 我想还是因为第一次进来 还是家里的事情 讲的比较多一些 也讲过一些 就是说 我们要能够 能够 怎么说呢 能够理解他的这个意思 他曾经有过一个 很感动人的表示 就是他说 他没有想到 我们在大陆 还能够过得不错 当然我们 比方我哥哥什么 受到那些不平的待遇 可能就没有跟他讲 但是他看到我们 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现在的工作岗位 都是教书 都是还是读书人的做的事 因为我们的子女 也都在很好的上学啊什么 所以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他很觉得安慰的 他很高兴 节目在台湾的生活 十分素补 除了在家授课 平时身居简出 过着隐居般的生活 专注于讲学和学术研究 民国七十七年 台北市议会指责 钱穆夫妇非法振用试产 钱穆夫妇蒙受无望之灾 素书楼的使用 尽受到莫须有的责难 为了名誉 钱穆夫妇千里居住了 二十二年的素书楼 这时钱穆九十六岁 要搬开这里的时候 他老人家躺在楼上 师母叫我 你不要动你不要动 先生一个人在楼上 书房里 你去陪陪他聊聊天吧 这些地方我们大家来忙 所以我就上去 先生就躺在二楼 沙发上靠在那里 我上来以后我就到这边 我说老师 我是星云 先生就说哦你来了 好好好他就坐起来了 他就说哎呀你来得太好了 我正在想一个问题 正好可以问问你看 那我就说哇先生你还在想问题 他说是是 我说那先生你想什么问题 他想我在想中国的未来 在哪里 这条路 找不找不找得出来 找不找得出来 而这个 也要看台湾现有的状况 台湾的发展最近怎么样啊 李登辉总统的状况如何啊 哎呀我不能看报也不太能听 收音机了我现在都不太知道了 来来来我正在想这个问题 你来告诉我外面的情形如何啊 我那时候大吃一惊 哇这个屋子里大年王龙的 这么冻着 他老人家完全不受任何的打扰 我就把我自己所知道的向他报告 他听了很高兴 然后他最后要说可以走了 的时候他老人家笑起来问说 这个房子将来怎么处理啊 我说要做你老人家的纪念馆啊 他就哈哈哈哈的这样大笑 然后说哎呀人活着 活得长了真好会经历好多 原来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 他说活着的人 竟然要有纪念馆了 有趣啊有趣啊 现代人真有趣 人还活着 不准住 要做纪念馆 然后我说这真蛮有意思的 蛮有意思的 然后下楼 我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我看到 庄子所谓的超然于世外 然后也如同范仲淹的不以物喜 不以物卑 搬迁至新居未满三个月 民国七十九年 一九九零年 钱牧病逝 享年九十六岁 钱牧的骨灰遵照他生前的遗愿 运回故乡江苏 安葬于苏州太湖西山 身处乱世 一生漂泊 钱牧终于回到家乡 在太湖边 字意长阳 有点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志于道 聚于德 这个义于人 还有一个是游于义 他就把那个生活要怎么过得好 就盖过在这个十二个字里边 哎呀我就都觉得透彻得不得了 所以有时候就想 怎么他都是教了别人做学生 我们自己教的孩子都没做过他的学生 就这样 我二哥原来并不是搞历史的 他原来是教数学的 但是他现在花好多力 读父亲的书 介绍父亲的观点在那个网络上 他自己认为呢 就是把他对于父亲的学问的学习 和这个传播作为他的一个最后的孝心 所以我现在我想的就是说 从学术上我很难 或者根本不可能 完全了解他的这种 连他的书我都不一定能读得完 但是这一点精神 我想是我的追求就是我要继承他的这个一致 就尽我的能力 我的这么一个状况 努力地去按照他这样一个路子去传承中国的文化 不求在学术上能够做到什么什么 是吧 成为一个什么 而说 踏踏实实做一些传承中国文化的事情 钱穆一生著作慎丰 出版及编辑是一庞大的工程 因此钱穆逝世之后 钱夫人号召弟子 成立钱宾寺先生全级编辑委员会 全力做出版的准备工作 恐怕与其别人都可能会来随便的编 可能还是应该由弟子们家属们来把它编出来 那因此当时联金公司 联金出版公司也有这个意愿 那个王提武先生向来非常支持这些学人 他们的学术事业的 那因此跟联金公司合作就准备出版前线的全集 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工程 这个全集一共花了七年的时间 七年的时间才算完成 完成了五十七种书 五十四册之多 不要怕没有人不知道你吗 哪个人都是这样子 没有人知道 我们在小说的教授 你要解语 你那什么东西让人家知道 谁也知道 谁也知道你这个神 你有一点什么东西拿出来 我知道了 就是来山后的客户 来庞庭 那么我拿到什么东西给你们 先生就是一个具有高度的理性 同时保有高度生命理想的人 所以他到晚年最后 他谈到中国 谈到台湾 谈到人 人类 都充满着那份热情 同时关怀 我觉得在前线的身上至少他能够具体的展现 在中国书里面所展现的那一种价值观 而这种价值观对我是有很大的启示 也滋润了我自己本身的生命 他们不停止念书 而且也不停止地在这个写文章 那么这一点的话呢 是一个真正事物 是说呢 我们的一个典范 可以说透过前线 让我认识到整个儒学的 乃至于传统学术的传统 跟传统文化的这一个博大精深 让我后来一辈子投身于这一方面的研究 像这一些 我相信在上过前线课的学生们都能深刻有感受 深深的受到感动 而且希望能得前线之仿佛 能得前线之一二 能够继续用人生教训 在下面对我们的学生们提出这个诚恳的建言 我们平常在读论语的时候 我总觉得那是很平易近人的东西 可是在那边新老师的演讲 让大家反应非常热烈 他们说虽然他们的教材里面 也有基本文化教材这些东西 可是对他们而言 那就是很知识性教条性的东西 那次之后我才了解 原来这么平易近人的东西 如果不能够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的话 它还是没有意义的秩序 钱先生的所有的著作 都已经整理出版了 很完整地保存下来 让我们这一代乃至于 乃至于往后世世代代的学子 还是有机会能够来聆听 能够来追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下了超过一千七百多万言 五十九种著作 无论是教学或研究 前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不遗余力 足可称为鞠躬尽瘁 他一生相信也提倡中国文化的价值 但他不只关心中华文化的前途 也不断思考人类的前途 本于儒学传统 他一生致力于探讨人生道理 与自身文化的内涵 其人踪养孔孟成诸 而心系国家天下 其学尊德性而道问学 致广大而进京为 他不仅是国学大师 更是儒学现代化的重要典范 可永远供后人追思景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